16刀杀包租婆 曾经包租公杀人罪起诉 去年11月15日 北市内湖区发生杀妻命案 这名46岁包租公李恋正 当天凌晨9后 李瑟和43岁妻子眼灰鱼 发生激烈争吵 他进持水果刀 抄妻子猛刺16刀 其中一刀砍断妻子紧动脉 造成妻子伤重不治 接着他持刀自同左胸 被紧急送医救回移民 不过李恋正公称 当天和妻子在家喝酒 后来发生什么事都不记得 也不清楚他和妻子怎么受伤的 只坦承曾和妻子吵架 不哦 平日也有服用精神药物 士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 他杀妻罪证明确 手段凶残 但否认犯行 未详细交代事发经过 17日依杀人罪 将他起诉 并请求法院从中量刑 动新闻台北报导